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本赛季从长归赛起 就注定了不同寻常 富家赛勇士黯然出局 季后赛首轮 西部这边 杜兰特加伯克加比尔带队的太阳被森林郎斯比林横扫 詹姆斯和农眉带队的胡人被绝金4比1淘汰 快战被独星霞4比2淘汰 东部这边 包括熊路 76人 热火这些颇具竞争力的球队都倒在首轮 而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最终在东爵舞台上对阵凯尔特人的 会是步行者这支年轻球队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 西爵士独星霞和森林郎之间的对话 本赛季也创造了一个历史 自从NBA1956年设立MVP奖项后 首次单赛季四项球队 没有任何球员曾经或者当季拿到过MVP的情况 简单来说 新王当立 骑士上赛季绝进横空出世 最终季后赛16胜四辅夺冠就让人颇感意外 因为除了太阳能给他们制造一些压力之外 其他球队都很难匹配绝金的攻防 特别是上赛季西爵 呼人惨遭绝金4比0横扫出局 去年夏天 布鲁斯布朗和杰夫格林两位惊艳老将的离开 让绝金板凳深度受到严重影响 可本赛季常规赛 他们却拿到了57胜上 赛季也仅有53胜 常规赛绝金以柔克刚 但也暴露了一个巨大短板 预强不强 最意外的是收官阶段布局 把自己锚定在西部第二的位置上 给呼人二选一 要么全力争7号种子对上自己 要么铤而走险 冒着无缘季后赛的危险去争8号种子 我们从两组数据说起 第一 本赛季绝金一共有12场比赛得分位超过100分 这12场比赛全部输球 这其中常规赛包括8场比赛 两场打森林郎 季后赛有4场 全部来自于森林郎 换句话说 绝金指望防守赢不了比赛 只要进攻受阻 比输无疑 第二 约基奇虽然最近4个赛季 三次拿到MVP 上赛季还带队拿到总冠军 加冕FMVP 很多媒体已经把约基奇放进历史前20之列 但是约基奇季后赛生涯中 面对常规赛50加胜球队 系列赛意外0胜5负 没赢过 反之则是9胜0负 就连担否媒体都在质疑 约基奇打不了高端局 绝金去年季后赛 首轮打三连郎常规赛排名第8 四轮打太阳 排名第4 西决打后人 排名第7 总决赛打热火 从东部福加赛冲上来的 我们需要辩证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一 过去几年西部竞争着实激烈 谁都没有像凯尔特人那样一眼看到底的统治力 其二 绝金本身是存在巨大短板的 姆雷的不稳定性 约基奇作为一名高效侧因内线 数据来看确实非常完美 但是欠缺得分爆发力 关键时刻逆天改命的能力 包括他昨日自己心态也崩了 而美眉曝光了绝金球星 约基奇在抢气大战中的愤怒一幕 让约基奇生气的是 爱德华兹向绝金主场球迷挥手告别的动作 成功晋级西部决赛后 爱德华兹兴奋庆祝 身旁的李凯尔大喊 再赢八场夺冠 美眉曝光的镜头显示 胜券在握的爱德华兹 一边运球前进 一边向绝金主场球迷挥手 而且不止一次这么做 低盘的约基奇看到了这个动作 他很快走到爱德华兹面前 一边步步逼近 一边反复质问 嘿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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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兹一脸不解地看着约基奇 什么为什么 约基奇说 你为什么向球迷挥手 爱德华兹把手指向笔分排 然后霸气地回瞪了约基奇一眼 中场哨响后 爱德华兹兴奋庆祝 大喊冲啊 李凯尔冲上来和爱德华兹记长 并搂住他的肩门喊道 还有八场夺冠 再赢八场加油 约基奇罕见愤怒也不奇怪 毕竟绝近一度领先二十分 但最终崩盘输给森林郎 丢掉了冲进西学的机会 作为上赛季的总冠军 约基奇的心态显然也有些崩了 华兹也很霸气 不但反问约基奇 而且还指向笔分排霸气回荡 完美诠释了胜者为王的真理 但还有一点被忽略了 不是因为华兹的狂妄 而是因为绝今主帅马龙的狂妄 因为你怎么对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对你 在绝今出局马龙公开抨击记者 赛季结束才是最难受的 被你转二十分是愚蠢的问题 实际上马龙是一名非常自大的主帅 从他对待胡人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去年细节横扫胡人后 马龙面对媒体职业 我不在乎总冠军 我非常高兴我们四比零横扫了胡人 在去年夺冠游行中 马龙还不放过胡人 甚至称自己就是胡人的父亲 包括本赛季进后赛对位出炉后 马龙直接嘲讽拉买 绝境连续两年横扫了他们 这肯定不会让胡人好受 甚至在胡人被绝尽二十分大逆转后 马龙笑着表示 我喜欢半场落后胡人二十分 领先也别领先太多 这会让我们变得饥渴 更有紧迫感 可是打森林郎呢 当森林郎防守强度上来后 马龙反而经常施压裁判 抱怨吹发不公 但裁判真的不公吗 看了G7比赛的球迷朋友都知道 这场比赛的艰难程度 远比这些冷冰冰的数字 所能展现的更加夸张 以弗斯特为首的当职裁判三人组 不能说是对MVP约老师所在的绝境有所偏袒吧 只能说完全发领 波普对爱德华兹的搂腰 打上那时视而不见 回过头还吹戈贝尔一个 一来一去几分 要不是森林郎自己争气 这比赛最终走势真不好说 但赢的时候 比赛就是这么奇妙 如果不是裁判用体毛绍给了唐斯五次犯规 让他只能下场休息 之后更是直接让戈贝尔泛满离场 最佳第六人李德还不见得能在第四节 有那么多充足的上场时间 裁判这么吹 郑重森林郎主帅翻起下怀 于是乎 李德上场之后 算是给了摇摇欲坠的绝境最后一击 而马龙这种做法 无信之中会让球队心态发生变化 特别是一些核心球员 认为球队真的无敌了 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木雷 大胡人什么状态 面对森林郎连包夹都迫不了 其实站在约七七的角度 他和木雷上赛季带队夺冠 实际上木雷并不足以支撑起作为第二核心 因为在和森林郎系列赛前六场 木雷场群只有15.7分4.7主攻 但凡他能提升到常规赛水准 绝境都不会被拖到第七场 而绝境这几年慢慢崛起 确实都异于越基奇和木雷快速成长 但这已经到上线了 越基奇本身慢吞吞的打法 确实克制一部分球队 但新生代的雷霆和森林郎 可都不怕绝境 木雷需要一份超级顶心合同 但像波特加哥邓加波普带球员选项三人 下赛季也占着超过7300万美元薪资空间 可以预见的是 波普会为了一份大合同而选择离开 绝境当然也给不起军薪2000万左右的报价 那阵容只会越来越弱 而绝境替补习上的年轻人 诸如布莱恩 斯特劳瑟 沃特森等人 还泰国于稚嫩 马龙或许最后的遮羞布 就是能拿捏胡人 但是除此之外 他们在西部已经慢慢失去统治力 赢了胡人就能拿走冠军吗 你们为狂妄付出代价 另外关于西局的系列赛 东谢奇与爱德华兹的较量成为焦点 两队的一项特质相似 都是下半场表现更好的球队 很多媒体都预测他们将达到强期 并更看好独行侠4比3晋级总决赛 在这轮系列赛里 所有的目光会立刻集中在年轻的超级巨星 东谢奇和爱德华兹身上 这位独行侠队球星在MVP投票中排名第三 而爱德华兹则获得了该奖项第七多的票数 期待两位球星在这场对决中 都能打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表现 两人在常规赛一共交锋十次 各获得五场胜利 在这十次交锋中 东谢奇场局24.8分7.3篮板7.7助攻 爱德华兹场局23.9分5.3篮板4.7助攻 预计爱德华兹将防守东谢奇的搭档欧文 而麦克戴尼尔斯将负责防守东谢奇 而在今年常规赛的四次交锋中 森林郎三胜一负 但这些比赛都发生在独行侠引进华盛顿和加福德之前 因此今后赛将是新的对决 预计新秀莱福利二世和加福德将轮流对阵戈贝尔 而华盛顿很可能会去防守唐斯 东谢奇应该防守麦克 康利 而小德里克 琼斯则防守爱德华兹 另外 常规赛的那四次交锋 东谢奇缺席了其中两场 厄文缺席了其中三场 对于独行侠来说 森林郎以令人窒息的防守而闻名 但不要小看独行侠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 独行侠的季后赛防守效率排名第六110.6 紧落后森林郎队107.6两位 而球队在这方面取得整体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东谢奇也投入到防守中 独行侠上一轮对阵身材较矮的雷霆队 独行侠占据了游棋区的主导地位 但森林郎的大个子 戈贝尔 唐斯和年度最佳 第六人李德 则向独行侠提出了更艰巨的挑战 独行侠队在今后赛迄今为止的四场比赛中 至少抢到了14个前场篮板 森林郎预计会限制独行侠的二次进攻得分 而在11场今后赛中 森林郎上半场每百回合输给对手1.0分 下半场每百回合赢对手18.4分 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每百回合19.4分 除他们在11场比赛中有7场半场比分落后 但这7场他们最终赢下4场 包括对绝今抢7的20分大逆转 森林郎上半场进攻效率排在今后赛第11位 下半场进攻效率是第一位 独行侠的情况也有些类似 他们上半场每百回合输给对手3.0分 下半场每百回合赢对手9.7分 两队都是下半场表现更好的球队 独行侠三个赛季两进分局决赛 欧文和东谢其球技精湛 而且拥有森林郎现阶段缺乏的经验 海德华自无疑会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表演 但他能连续做到这一点吗 独行侠或许是时候跟上顶峰了